剛來的時候很緊張 然後後來慢慢比較不緊張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就想說 也沒10關了 然後我只要再撐個10關 然後穩穩地唱 求穩就好了 就有可能是未免唱 對 然後結果 到第15關的時候 接到製作單位打來的電話 我想說這聲音 沒得果啦 對 我想說 我已經過了這麼久 安逸的那個日子了 然後現在突然要 神經要繃緊起來 是 然後後來壓力已經大到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唱到高音的時候 耳朵會嗡嗡嗡的那種聲音 壓力大的耳鳴 對 人家有耳朵睛來 妳是哪裡睛攣 我感冒 都很緊張 來 我們請丁曉雯老師 請做講評 趁其今天的音準 尤其是那個滑音 有一些小小的滑音 那個滑音的音準 其實都沒有到位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跟聽覺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們唱歌 其實要仰賴我們自己的聽覺 如果我們的耳朵聽不出來 我們自己的音準的差距 其實我們不知道怎麼樣調整 我們的氣 所以聽覺是很重要的 所以剛剛聽正琦這樣講 恐怕真的有一點點影響 妳有些小小的音準 就是差了一點點 跟妳以前的音準 穩定度比起來 今天有一點點 比較明顯的瑕疵 然後另外就是正琦老師 常常跟妳講 就是我覺得妳 妳在歌曲的詮釋的部分 妳這唱法一直都很一致 很難跳出出我們的意料之外 就是我們都可以想像得到 妳會怎麼唱一首歌 我覺得如果這個被卡住了 相當於也是妳自己的卡關 我覺得妳要趕快努力 要跳脫出這個關卡 我覺得正琦在這個部分 還沒有學到 就是好像還沒有打開那個門 所以正琦希望妳趕快進階 讓妳的歌曲詮釋裡面 會有一個精采的亮點 然後雅如 雅如今天有壓力 但我覺得有壓力 等到好 因為妳今天唱的情緒 妳今天唱得很好 妳知道妳的副歌 真假音的轉換 不停地在真假音轉換 在感冒的情形之下 假音可以唱到這麼好 這也是很奇怪的事 對 我要老師的建議 好慘哦 OK 好 這個很奇怪 但是 靜歌的部分 要不要自首 要 搶拍對不對 對,搶拍 老師扣分扣比較重 好,正琦也加油 妳只要打開那扇門 妳一定進階 好,加油 謝謝老師 徐忠銘老師請 延續,丁老師講了 正琦其實就是唱歌工整 非常有厲害的地方 就是妳唱歌 完全找不到妳有什麼瑕疵可言 但因為人是要有情感的 我覺得我們不是像公益品那樣子 所以妳唱歌其實 對我們來講就是缺乏情感面 我覺得是最缺乏的 可惜一條就是在於 妳把理性當得太前面了 所以妳的靈魂就變少了 這是妳最大最大的因素 如果妳要往上延伸 這個也一定要拋掉 要不然它就是一直影響妳的 一個最大最大的傷害 好嗎,要加油 雅如這首歌我覺得其實 第一個我必須承認妳 歌是選對了 很適合妳這樣子 第二個是 不是沒有缺點 而是這個缺點變成了 跟正琦這樣稍微互補一樣 它變成她的優點 它變成她的情感 我們要聽的就是那個情感跟祈福 就是妳有把這歌的情緒有帶進來 而不只是在唱技巧 好好保持這樣的狀態,好嗎 我希望能夠都看到 永遠都是這樣子的,尹雅如 好嗎,加油,謝謝 謝謝老師 我們接下來看他們的分數 蔡正琦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唱歌幾十分工整的正琦 這首歌曲分數來到88 89 90 小數點繼續跑 91 小數是 恭喜得到91.2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 看盈雅如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今天有點感冒的雅如 這首歌曲分數來到8889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6分 謝謝老師 這兩位都過黃牌了 目前看起來 尹雅如是暫時脫離險境的 是 介紹一下